3 2 1 请点灯 哇 大家看到没有 这暖白色温暖的灯光 由基隆市政府和企业公司协力 任养后车亭的计划中 引起许多游客关注的 可能就是这个振兵渔港彩色屋 附近的和平桥头后车亭 打造成美式复古风 游客认为绝对是一个会爆红的 基隆最美后车亭 我会想来 我是特地来的 啊真的吗 没有 感觉怎么样你觉得 我觉得很漂亮啊 有点复古风 美式 美式复古风 对 大家这么说对不对 而且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蛮有难的 对啊 就这边开完然后换这边开 哦 是这样哦 你们厉害厉害厉害 所以是特地来的 特地来的 这你们算是全台湾最美的站牌 目前 目前 是蛮特别的 对 目前要像我一直照这个 对 画面上可以看到 在晚上的这座美式风格后车亭 像是夜里的一盏明灯 温暖的色调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拍照 据了解 最美的拍照点在公车亭对面 可以把后车亭跟彩色屋一起同框 拍起来更美 刚刚有没有什么最佳的角度可以推荐一下 就要到对面拍 正面这边拍起来跟对面拍起来会不一样吗 正面我觉得拍起来比较好看 比较好看 对 就是整个进去感觉比较好 人要站后面一点 人要站 人要站后面一点 后面一点 因为这样灯会打下来比较赶 站在前面脸太黑了 很多游客都会拍照打卡留念 显示吸引力十足 游客说这样的后车亭改造 让基隆变得更漂亮 而且非常友善通勤族跟游客 值得肯定与鼓励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天气啊 梗梗梗梗梗梗啊 这样啊 太漂亮了 也有叶子叶子叶子 你看 我是在台北 然后到这里 我本来是要看这个 但是看这个也是很漂亮 所以我也要拍照这样 企业形象 我觉得也就是ESG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永续的一种手段 虽然它不直接去减碳 可是各位知道 如果有一个很漂亮的环境 在这里的话 我会看这个风景 因为有水 因为有港 内港 所以它的倒影跟反射呢 我觉得比高雄更美 那我也期待说 游客来这边 不只是为了打卡做 跟彩帅户拍照 而是能体会 西洋市政府 在企业合作的这一块 其实真的 下了一份很大的心理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正兵一港 可以越来越好 西洋市政府公司协力 美化润养候车亭 这个亮点计划 一波接一波 像是海洋广场 对面的城隍庙候车亭 以及意义路上 元大银行润养的候车亭 都让美丽的山海市容景致 再加分 展现港督新风貌 同时也提高了 通勤友善度 就变得比较不一样 也变得比较好看 那以前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感觉 就脏脏的 那现在呢 现在就干净了 然后有点现代感 对啊 有不一样啊 以前是 就是木头椅啊 现在感觉 还算不错 我不是单车 我是贴在这里坐着而已 对啊 那你在这里休息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这样看起来 漂漂亮亮的 可以啦 蛮漂亮的 这样一来 可以让基隆 多出许多热门的打卡地点 自然就可以成为 旅游的特色亮点 达到吸引旅客来基隆 观光消费的诱因 后车里站站 站 记者黄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